Warner relationship 65針 我的海派淡點 玩得就是心跳也好 開心也好 反正是個碗 我今年整六十 從事彈雕三十七年 我接觸彈雕也是一次巧遇 碰上一個老師傅 在那裡碗 我覺得好碗這個東西就開始跟他學 彈雕 彈雕呢 實際上什麼雞彈都可以雕 是彈因為它是蓋子 就是我們覺得可以雕和不可以雕而已 比如說雞彈它是有顏色的 我們就利用它的顏色做一些潛伏雕 通過它的顏色生前來表達的 關鍵有樂趣它也無限地想像小彈和大世界 每一個彈有每一個彈的大小、顯色、形狀 你每次都要去通過你的時間 通過你的動腦才能成功 每一個彈因為它的後部不一樣 我們說0.2到0.3毫米它還是有虎差的 所以說它時刻都在挑戰 培養一個人的毅力和耐力 很激烈那些人的毅力和耐力和耐力 因為它要牽涉到很多東西 你的文化底蘊很重要 你接受各種各樣的雕刻 首先你要繪畫畫 做彈雕嘛,失敗是正常的 特別是初學者 因為它對彈刻的厚度沒有概念 我們沒有感覺它的厚度 所以說往往會越刻越刻 刻到後面就壞了 我們就拿這個雞蛋來說 只要把兩頭有一頭開一個這樣的孔 用一把這樣的刀 或者平時美工刀都可以 現在用那個細管往裡面吹 把彈琴蛋黃壓出來就可以 這是一個很稀有的彩色的蛋 我是利用了它的色彩進行了巧雕 用它的顏色釣了葡萄和一些小動物 花了一個月多一點 這件作品《鳥魚畫香》是用非洲鴕鳥蛋雕刻的 實際上雕刻的時間是不長 設計的時間比較長 總共花了兩個月時間 我認為我的海派淡雕 不管是船船下土地也好 包括我自己也好 我一直認為 我有八個字能表達很好很完整的 熱躍不提 乾坤於心 美食無處復摘 就比方說像蛋殼 家家都扔掉了 那麼通過我的上手把它雕刻成各種各樣 就覺得也很美 所以說好,我們會不停地 很輕的,要捕在擺了 這就應該是用來製造的 那先抽到 清潔雕刻的 我的大靠雕刻 然後表現 再製造的 一回